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在生活当中呢 有一些很常见 我们又离不开的物品 他们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同时呢 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 但是啊 你也许没有想过 这些东西呢 很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身体 带来意想不到的毒害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请到了一支 对付毒物非常厉害的团队 让我们掌声有请给三位专家 欢迎大家的到来 大家好 我们来自北一三院职业病科 我是赵赞梅 主要研究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和职业健康监护 我是郑一木 主要研究职业性中毒 我是关理 主要研究职业健康监护和神经毒理学 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我们先请两位专家落座 请赵主任先留步 其实我们对于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毒物呢 并不是特别地清楚和了解 那我知道今天赵主任就带来了一个物品 您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两个小瓶子 大家看看能看出什么差别吗 没有区别 那我想请主持人吻一吻看有没有差别 不要凑得太近 好 能闻见什么味道吗 没有 好 没有味道 咱们再下一条 这是不是就是一瓶水呀 还有另外一个容器当中 也装了一些体了 这个有点熟悉啊 这个特别像进入到刚装修的房间里边那个味道 还是挺刺鼻的 就是装修的味道 其实咱们这两瓶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健康忠告有关系 是的 那所以今天您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是什么呢 我的健康忠告是 加装化繁为减 拒绝本的毒害 所以刚才让我闻的实际上是本这种气体 对 那我刚才闻了之后不会有问题吧 等会儿我就晕倒了 这个浓度下它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 您刚才闻到那个味道大一点呢 我后一个拿的那个瓶子呢 其实是本 那个没有味道的瓶子呢 那个是甲醛 所以就意味着是不是在我们装修的这个环境当中 带给我们不舒服的感觉 尤其是有那种刺鼻气味的那种不适感 反而是来自于本而不是甲醛 是的 为讲这个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妻 然后呢来到了大城市 经过奋斗呢 终于买到了自己的一套小房子 装修呢 那也是尽心尽力 首先呢 哎呀 这个房间呀 卧室 我得刷成粉色的 粉色多温馨呀 宝宝的房间呢 我得装修得活泼一点 得有蓝天 白云 还可以画棵大树 再有绿草地 那么现在都特别注重收纳 我得各个房间 能打柜子的地方 都打上了小柜子 我这个家满满当当的 放了几天呢 我觉得 哎呀 心情特别激动 要去住住了 请家里的亲戚朋友买暖居 那么结果呢 暖居的时候呢 有一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老年人 他进来坐了以后呢 就说 哎呀不行 我这个好像有点接不上气 还有点恶心 我要出门去透透气 没想到刚走到门口啊 就吐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女主任突然想起来 哎呀 我住进来以后啊 我也有时候会有点头晕 好像睡眠也没以前好了 会不会跟装修房子有关呀 后来请了专业人士检测以后呢 发现他们家呀 确实是本有点超标了 所以这个亲戚的症状 还有这个女主任的症状呢 可能都是跟这个本含量超高 有关系的 嗯 其实咱们一日常生活当中 也经常听说 装修完的房子 如果要是不亮味的话 会有很多的污染物和污染源 但是呢 大家格外关注的是 刚刚让我闻的那个第一个 叫甲醛 是的 但是对我们身体破坏最大最深的 恰恰是我们忽略掉的这个本 是的 这个甲醛呢 它其实呢 主要是急性的毒性 就是浓度大了以后呢 我进去以后可能会流眼泪 流鼻涕 嗓子难受 但是呢 它的远期影响 其实是比较小的 但是这个本呢 除了我刚才说的急性的毒性 我们更关注的是 这个本的慢性毒性 刚才我展示的那两个小瓶子啊 一个是甲醛 一个是本 那我们发现呢 它们俩呢 在颜色啊 性状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它像水一样是透明的 但是在味道上 这个本呢 本身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刚才主持人也闻到了 另外呢 它特别容易挥发 其实我要把这个瓶子呢 稍微盖得不紧一点 我靠近您 您是不是就可以闻到一点点味道了 是的 另外呢 还有一点呢 是因为本呢 它作为一种溶剂 那么它广泛地用于像油漆 咱们装修的时候 其实还用到很多种防水图料 这些都是的 另外我们的板材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压缩板材 还是石木板材 本呢 它是作为一种溶剂和粘胶来用的 那么你想一想 它作为溶剂和粘胶的话 只要我们用到胶的地方 那么都会有本 所以这样一想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本呢 其实我们在装修里边是挺多的 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呢 是我们室内的温度 那么随着温度的增高 那么本的挥发性呢 也会增强 那么在高温的环境里边 那这个本呢 更容易从它的这些材料里边呢 进入我们室内空气 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啊 本的浓度呢 应该是控制在每立方米 0.11毫克以下 那如果我们要是忽略了本 这个毒物在我们身边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长期处在这样一个本超标的环境里边 慢慢地我们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 让大家来认识啊 请上道具 大家先看一下啊 我这前面的这四个彩蛋 那么第一个呢是白细胞 第二个是血小板 第三个是红细胞 这三个呢 是我们血液里边的主要成分 那么本进去以后呢 我们第一个影响的是白细胞 哎呀呀呀呀 冲击力也太大了 可见本对我们血液的破坏是非常强烈的 是的 但是这个白细胞在我们身体里有什么作用啊 增强抵抗力 说得太对了 白细胞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卫视 那到了这个阶段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呢 第二个 一感冒 对 这边白细胞呢 是我们人体的健康卫视 这个卫视少了之后呢 我们对各种病毒啊 细菌啊 抵抗力就差了 嗯 我们就容易生病 明白了 那如果要是还没有意识到 本对我们身体的毒害 还会破坏我们的什么系统 和什么部位呢 它下一个会破坏的呀 就是我们的血小板 那么我们血小板 是在我们人体干什么的呀 凝血 造血 凝血的 太对了 血小板 少了之后 会引起什么症状呢 会容易出血 或者是出血了以后呢 不容易止血 一开始更早出现的 其实是不容易止血 就是我们不如皮肤 破个小口啊什么的 可能就会血流不止 如果特别少的话 会出现自发性的出血 比如说我们的胃肠道 或者是我们的泌尿系统 可能会出现小便的颜色的变化 小便里的红细胞的增多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哦 就是会尿血和便血 对 如果接着接触这个 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它会破坏我们的红细胞 那么红细胞破坏以后 会怎么样呢 会出现贫血 红细胞的主要作用呢 是把我们这个氧气 输送到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 所以呢 贫血严重了之后呢 会对我们全身各个脏器 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嗯 如果持续发展的话 那可能问题就更严重了 大家看 因为我们所有的血细胞啊 从哪来的 我们身体自己有造血工厂 那就是我们的骨髓 那么我们骨髓受损以后 会怎么样 我们可能会出现 全血细胞的减少 就是我刚才说的 白细胞 红细胞 血小板 另外还有我们血液里边 其实很多细胞 可能都会减少 另外呢 可能会有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症 就这个骨髓呢 它也造血 但是它造出来的 跟正常不一样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再生障碍性贫血 虽然它也带个贫血 但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贫血 完全是两个概念 嗯 就这个骨髓呢 它不能生产这些东西了 最严重的 就是白血病 嗯 就是血癌 是 血液的肿瘤 真的是让我们看得 胆战心惊的 那同时也给大家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一定要重视 我们生活当中的 本这个污染源 嗯 好 我们可以先撤掉道具 本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 定义为强烈的致癌物 那么调查研究显示呢 在城市儿童的白血病里边 有90%的患儿 家庭一年之内都进行过装修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 咱们装修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 生产的这种建材 同时呢 我们不要追求特别华丽的效果 尽量要简单一些 因为即使我们选用的 所有的建材涂料 都是正规的 它的本的含量 单独来测 可能都是正常的 嗯 但是我们把它放在 同一个空间里边 那么是有叠加效应的 它们叠加在一起 它们一起来挥发的话 我们室内空气的浓度 就会超标 好 请赵主任再次强调 您今天带来的健康忠告 家庄化繁为简 拒绝本的毒害 好 今天呢 我们也请到了青年组 中年组和老年组 三组嘉宾 先欢迎大家的到来 那针对刚刚我们赵主任 提出的问题 谁有一问呢 我们就可以举手提问了 接下来进入到 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想要问一下主任啊 就刚才听主任讲 才知道这个本的危害这么大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家里装修完了之后 多久这个本 才能彻底地消除呢 好 我们来看看青年组 俊同关心的问题 装修之后多久 本才能够彻底地消散呢 这个呢 有人做过跟踪调查 在装修之后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本的浓度呢 会逐步地降低 三个月之后呢 基本上能达到 就是或者是接近 我们国家的这个 空气质量的一个标准要求 大约在一年之后 基本呢 可以降到装修之前的一个水平 所以最好就是装修完的房子 咱们至少得晾三个月 三个月到一年这么长的时间 住进去才能够安全一些 是的 所以呢装修以后 良好的通风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多开窗通风 因为本的挥发性比较好 那么它随着这个空气流速的增加 那么它的挥发呢会加速 好 谁还有问题呢 可以继续提问 报告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专家 您看现在老百姓都这么说 说你这个装修完了 家里多摆点绿植 什么绿罗呀 发财术啊 吊篮呀什么的 还互相送 您觉得这个绿植 真的能帮助家里头 装修完了 去除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吗 好 我们来看看中年组 连续关系的问题 绿色植物能够吸收本吗 有一些绿植呢 它是有一定的能力 能吸收本 比如说苏铁 钓栏 这都是咱们比较常用的 另外呢 还有长春藤 花叶万年青 菊花 然后呢 芦荟 龙蛇栏 这些植物呢 我们都可以适当地放置在室内 但是呢 我们没有具体的数据 说比如说 我在这个几平米的居室里 我放几盆植物 那么会让我这个本的浓度呢 能加速到多少 所以呢 只能说它有一定的作用 我给大家的建议 主要还是通风 那么良好的通风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非常感谢赵主任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邀请 郑一木一生 到台上来跟我们做分享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掌声欢迎郑一生 郑一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我的健康忠告是 远离五颜六色的诱惑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小朋友 马上就要过两周岁的生日了 爷爷奶奶呢 给他买了一套 非常漂亮的绘本 作为生日礼物 小朋友啊 看到这个绘本 非常的喜欢 被上面五颜六色的颜色吸引了 每天抱着绘本 爱不释手 恨不得睡觉的时候 都放在枕头底下 一开始呢 家里人看到孩子这么爱看书 都非常的高兴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就觉着孩子不太对劲 孩子就变得爱发脾气 注意力不集中 不好好吃饭 还老说自个儿肚子疼 家里人就着急了 怕孩子有什么问题 带他去医院检查 医生啊 听了这个孩子的症状之后 就建议孩子 做一个抽血的化验 抽血的结果就显示 孩子是牵中毒 原来罪魁祸首啊 就是这套特别鲜艳的绘本 上面五颜六色的染料里面 就含有牵 嗯 如果牵一道 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 是不是对于小孩的 这个没有完全长好 长成的小身体 破坏和伤害会更大一些呢 对 您说得非常对 是这样的 有几个原因会导致小孩 比成年人更容易发生牵中毒 首先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啊 经常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喜欢吃手 还有啃咬物品 在这个时候呢 牵就特别容易被吃进肚子里边去 而且小朋友的胃肠道 发育不完全 非常的娇嫩 他们对牵的吸收率非常高 可以达到50% 是成年人的5到10倍 牵实际上是通过消化道 进入到人体 然后从而对小孩的身体 有一定的破坏的 是这样的吗 对 对于小朋友来说 最主要的吸收途径 就是通过消化道 也就是他们吃进去的 除了被吃进肚子里面去以外 呼吸道吸入牵 也是一个主要的来源 我们可以请郑主任的结合道具 来帮我们明确一下 牵进入到人体当中 会走到哪些地方 破坏到哪里呢 来 请上道具 牵进入人体后 首先和红细胞结合 并且随着血液流动到全身 在各个器官进行分布 其中人体的神经系统 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 是牵中毒 最主要也是最敏感的把器官 牵居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脑子当中啊 对 牵可以直接对这个脑神经细胞造成损伤 因为孩子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全 所以它非常敏感 容易受到牵的破坏 一旦孩子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破坏的话 严重的时候就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 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大脑的损伤 此外呢 牵还会对人体的骨骼造成影响 然后另外呢还会对消化系统造成影响 最后牵还会对呼吸系统 内分泌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可以看到牵会对全身各个系统都造成影响 它会导致一个全身性的一系列的疾病 那我们现在呢以这个骨骼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人体的骨骼系统 骨骼系统呢本来含有非常丰富的钙粒子 但是当血纤进入人体的时候 钙粒子就会和这个纤发生结抗 血纤就会把钙粒子所代替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骨骼的正常结后就会受到了破坏 那不就缺钙了吗 对呀 就会产生了严重的骨质疏松 而且啊 进入到骨骼里面的纤是非常稳定的 半衰期可以达到20多年 也就是说鲜中毒对于人体的影响 是非常持久的 严重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孩子的骨骼发育 孩子可能就不长个儿了 所以无论是这个鲜中毒之后 伤害到我们哪一个神经 哪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很致命的伤害啊 对 是这样的 好 现在理解了啊 这个鲜中毒真的是不容忽视啊 请郑主任再次强调 您今天带来的健康忠告 我的忠告是远离五颜六色的诱惑 好 接下来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主任您好 刚才听了您讲了 很多玩具当中都含有鲜啊 真的现在都不敢孩子去买了啊 那我想在咨询下哪些东西里面 还含有鲜呢 好 我们来看看老年组的 刘阿姨关心的问题是 生活中哪些物品里含有鲜呢 我今天呢也带来了一些 我们日常生活中 比较容易含有鲜的物品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组物品哦 对 这些物品里面都可能会含有鲜 比如说松花蛋还有爆米花 连续你知道松花蛋怎么做的吗 它用生石灰加上稻草 往后给它裹一圈 鼓起来往上烧 松花蛋呢在它制作的工艺里面 可能就会有鲜 但是经过工艺改良之后 就可以变成无鲜的松花蛋 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 就要专门选购那种无鲜的松花蛋 哦 以后吃松花蛋可得看清楚啊 上面到底有没有无鲜这个字样 最好是购买这样的产品 那这个爆米花呢 鲜来自于哪里呢 爆米花大家记得我们小时候 那种老式的爆米花的机器吗 那种日裔的 但是那个是铸铁 那怎么里头会有鲜 但是它的那种机器的内壁上 往往就会有重金属 可能就会含有鲜 还好 现在很少能够看到那种传统的 崩爆米花的东西了 是的 这些是食品 还有一些物品 对 还有这种我们日常 制作泡菜的坛子 这不是桃的吗 这里有鲜吗 对 大家看一下 里面也是有一层铳的 对 是光华的铳 当这个坛子里面 盛放一些酸性的液体的时候 比如说果汁啊 果酒啊 或者泡菜汤的时候 这个鲜就容易被释放到液体里面来 当吃了这个里面盛放的食品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生鲜中毒 哎呀 这个盘子 好多人家里面 嫌那个素盘子不好看 对 不能够激起食欲 就买这种五颜六色的花盘子 刘爱因您家有这样的盘子吗 有啊 想我买盘子的时候 我就专门挑有图案的 好看的 越是颜色鲜艳的又 这个里面可能含鲜量就会越高 因为鲜啊 加在这种颜料里面 会是颜色非常的鲜艳 嗯 其实有的是又下彩 而有的是又上彩 是不是相对来说 又上彩更危险一些啊 对 您说得非常对 又上彩啊 因为它在这个刺盘的表面 特别容易被食物腐蚀 所以说对人体来说更危险 嗯 对 刘爱因您家那个也该扔就扔嘛 没错 没错 为了身体健康 这还没说完呢 你看还有呢 对 还有呢 真可怕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晶玻璃杯 那水晶玻璃杯里面加入鲜呢 就会让玻璃的折射性更好 看上去光芒四射 然后呢 看起来档次更高档 嗯 因此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 也要专门选购 无鲜的玻璃杯 主持人 我以前就生产玻璃杯 哦 我就生产那个产品 那您知道您那时候是有鲜的吧 那您那时候是有鲜的吧 但是那个鲜它够在空气当中的增散 整个这生产环境 大家都要吸进来 有那个像那种掉发的什么呢 有好多的人 你看我现在头的脚底里 很有关键 嗯 还有一个呀 可能会含有鲜 在我们生活中非常的常见 就是我们的鲜笔 彩色鲜笔 对 那大家觉得彩色鲜笔 哪些地方可能会有鲜呢 哪呢 链链啊 这个呀是一个典型的误区 虽然说它叫鲜笔 但是它的笔芯呢 是石墨做的 其实并没有鲜 那它的鲜在哪呢 其实是在它表面的这个油漆里面 啊 所以说如果小孩子 有这种啃铅笔的坏习惯 一定要帮它纠正 对 我就看到好多小孩这个笔头啊 都被啃掉皮了 就是如果是我们购买 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经过质检合格的 它的鲜的浓度呢 肯定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是不会延起来中毒的 我们可以放心地使用 好 我们也拿下道具 谢谢 好 哪位嘉宾还有问题 可以继续提问 报告 我有问题要问主任 那孩子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就得怀疑 有可能就是鲜中毒了呢 好 中年组的一铃关系的问题是 鲜中毒会有哪些症状呢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鲜会对全身各个系统产生影响 当鲜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的时候 人们可能就会出现 性格暴躁 然后多动 注意力下降 记忆力减退 头晕啊 头疼等等 当影响到骨骼的时候 就会引起骨骼发育不良 孩子不长个儿了 当影响到消化系统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不爱吃饭 食欲下降 消化不良 腐痛 腐胀 便秘等等 当影响到造血系统的时候 会导致贫血 可能会出现脸色苍白 活动之后 心慌 乏力 气短 当出现了这些症状 应该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那如果检查确实是发生了鲜中毒 那还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 把体内的鲜给它彻底地排出来吗 对 如果已经达到了鲜中毒的标准 那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趋鲜的药物 可以把身体里面的鲜排出去 如果是长期的鲜中毒 症状可能不能完全地缓解 因此我们一旦要早发现早治疗 好 非常感谢郑医生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邀请关医生 到台上来跟我们做分享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主持人好 您好 关医生 您今天带来的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个中年男性 他特别喜欢在下班之后小酌几杯 每天都能喝个二三两 也特别享受这种微心的这种状态 这一天他就约了几个朋友 在下班之后回到家里 一起来聚聚 聊聊天 大家都来了之后 他就先喝了大概一两杯吧 然后喝完之后 他就觉得头不舒服 头晕 有点头疼 他自己还想 我这个平常的酒量不小 怎么今天这么容易就醉了呢 而且这种不舒服 好像跟之前这种醉酒又不太一样 然后他自己又想 会不会是因为最近工作比较辛苦 心情又不好 而且今天又没怎么好好地吃东西 可能早点休息 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 于是他那一天也特别早地就休息了 结果第二天一早上起来 他发现头疼一点都没缓解 反倒是觉得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 这时候他就想起床 出去走走 是不是就能缓解了 结果一起来 没走两步 一下就摔倒在地 不省人事了 这时候家里人非常的着急 非常担心 赶紧就给他送到了医院 那我们的医生呢 经过查体 化验和检查 最后判定呢 他可能是发生了甲醇中毒 他昨天晚上喝的 有可能是甲酒 其实爱喝酒的人都知道 这个白酒当中呢 是含有乙醇的 但您提到的这个病例呢 是发生了甲醇中毒 甲醇到底是什么物质啊 怎么有这么大的毒性呢 好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甲醇它的这个性状 甲醇呢它是一种清淡的 容易挥发 也容易质燃 同时略带一点点 这种甜味的液体 如果我们用鼻子去闻的话 就是可能会有一种 刺激性的这种气味 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性状 大家应该有一个反应 好像跟我们平常喝的酒 差不多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 才会看到这种甲醇 物负中毒的病人 或者说是什么呢 即使您喝了这种甲酒 我也判断不出来这是甲酒 那么甲醇呢 它跟乙醇还有一个 最大的不同点 它的毒性是剧毒 如果我们服入了 大概5到10毫升 差不多4到8克左右的甲醇 就会产生中毒的症状 如果再多一点 达到30毫升的话 那会就产生这种致命的作用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甲醇可以通过我们的呼吸道 消化道 还有皮肤进入到我们的人体 之后会迅速地随着血液 在我们的全身的组织器官分布 这个甲醇呢 它有点像大树的根须 哪水多 它爱往哪钻 所以说它的分布 就跟我们这个器官的含水量 非常有关 可以看到 它主要分布在肝脏 肾脏 还有胃肠道 脑脊液 以及我们的眼睛 眼防水 还有精状体 甲醇到了相应的位置 就会产生相应的临床症状 比如说出现了头疼 头晕 不太不稳 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 还有就是看东西看不清楚 双目疼痛 甚至是失明的这种 眼睛损害的症状 那进入到我们肌体内的 这个甲醇呢 是经过肝脏代谢的 在肝脏的 醇脱青霉的作用下 缓慢地会氧化 生成甲醇 之后通过全脱青霉 产生了甲酸 所以说刚刚的 这一些的代谢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最终产生了甲酸 就会产生临床最常见的 酸中毒 这样的一个症状 在此呢 我还要提醒一下 咱们的甲醇中毒 如果是口服甲醇中毒的话 它的吸收是最快的 它的损伤也是最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 所以您再次强调 您今天带来的健康忠告 我今天的健康忠告是 美酒醉人 甲醇伤人 好 接下来进入到 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问题 因为我本人喜欢喝酒 所以我这方面还比较注意 然后每次都到正规的商店 去买咱们就说真酒吧 然后来喝 然后回家有时候自己 还泡一点补品什么的 我就想问您啊 这个真酒里头 也还有甲醇吗 好 我们来看看老年组的 何叔叔关心的问题是 真酒里是不是就没有甲醇呢 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想反问您一个小小的问题 您知道咱们日常喝的 也就是这种食用的这个酒精 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 一般是用粮食发酵 通过发酵以后 然后产生这个 以纯这种成分 对 何叔叔说得非常对 其实我们有一个词 就是酿酒 其实酿酒的过程呢 就像刚刚何叔叔说的这样 我们通过穀物 比如说高粱 小麦 玉米等等这些 或者是水果 葡萄酒 就是用葡萄嘛 等等 这种穀物 水果 它的皮都含有一种果胶质 那甲醇的来源就是这种物质 所以说我们所有酿造的酒 都含有甲醇 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 所以真酒里边也是含有甲醇的吗 是的 那我以后连真酒也不敢喝了 算了吧 好了 我接下来就要给您 吃一个定心丸了 咱们国家呢 最早是在2002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台了 关于我们食用酒精 它的理化特征的一个要求 在这标准里呢 它是根据这个酒的不同的级别 做了一个相应的 甲醇含量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特级酒 它要求的是 每升酒当中 甲醇的含量 不能高于两个毫克 如果是优积酒的话 不能高于50毫克 如果是一般的 普通级别的这种酒的话 是不能高于150毫克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在我们市面 正常销售的食用酒精当中 甲醇的含量 都是符合我们的国家标准的 大家可以放心地食用 就是别到外面去买那种散装的 对对对 这个不知根源 不知来源的这种酒 千万不能贪便宜 如果自酿的酒 有没有可能也会产生甲醇呢 自酿酒呢 如果是我们的工艺处理得不好 就会甲醇等等一系列的 这种有害物质就会超标 最后饮用之后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大家在自酿酒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十分地小心 好多家庭都会用葡萄啊 梅子啊 樱桃啊 还有羊梅啊 自酿酒 那还真的提醒大家要格外地重视 注意这些问题 是的 好 哪位嘉宾还有疑惑可以继续提问 报告 老师我有问题要问 这个真酒和假酒 我觉得这肉眼还很难识别出来 必须得是你喝进去下了肚啊 才能知道这酒真和假 所以您像这种情况 如果一旦我喝着假酒了 哎呀 我发现自己有点中毒了 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 好我们来看看青年组的刘帅最想了解的问题是 假唇中毒后要怎么办呢 好 如果一旦明确了是假唇中毒的话 那我们千万不要犹豫 一定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去救治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医生接诊了之后 根据所有的这些检查化验明确诊断 之后就会给予相应的治疗和处理 首先呢 纠正酸中毒 如果症状比较重 喝的这个假酒又比较多的话 我们的医生也会采取这种血液进化 血液灌流 透析的这种治疗 促进我们的假唇 向体外排出 还挺麻烦的呀 没错 但是这是救命的过程 能够彻底地治好吗 这个要看咱们发现的及不及时 进行救治的及不及时 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一些病人 他的这种视力的改变 失明的改变是不可逆的 然后还得有一个治疗的措施 我们的临床大夫呢 会用针灸 也就是乙唇 去让病人去服用 采取这种乙唇 供甲唇的办法去救治病人 这乙毒供毒吗 干嘛呀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乙唇和甲唇 它的代谢的过程 尤其在肝脏当中 这个唇脱青霉的氧化过程 是一样的 尤其是我们的乙唇 可以竞争地抑制 甲唇代谢为甲醛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就可以阻止 刚刚我们那个代谢通路 让甲唇不进一步产生 更有毒害的甲醛和甲酸 但是会不会我们的嘉宾们 会产生这样一个误解啊 既然喝真酒可以治疗 对抗我们的甲唇中毒 是不是我们就不用送医院了 直接在家 绝对不行 为什么呢 还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阻止了甲唇的代谢 并没有把甲唇排出体外 所以说在用这种治疗办法的时候 我们的临床大夫们 一定同时配合着血液净化 和透析的治疗 把我们阻断的甲唇的代谢 这样的甲唇以原型的形式 尽快地排出体外 明白了 您看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三位专家跟大家分享了 生活当中有一些 被您忽视的装修材料 还有您认为的 打着引号的美食和美酒 看起来五颜六色的 花花绿绿的一些物品 如果您不加以注意的话 都有可能会导致 中毒现象的出现 所以咱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一旦要是出现的话 想都别想赶紧去医院 医生还是有专业的办法 给我们解除 这些中毒的反应和症状的 所以我们最后要非常感谢 三位专家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谢谢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